各位,我們今天這段影片是講回風科的第二次歷史 是否2023至2024這一年 這一條影片最主要講解題 首先講解題 第一條 這裡最主要講解題 第一個就是Rustic Metal裡面的Rustic 以及Opel 第二個是屬於Metal這個部分 而第二個就是Excellent Alchemist 除了Titration 所有其他項目 除了Titration 都是VA 所以這段影片希望同學溫書 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事不宜遲先講到第一條 第一條問你 Combination is incorrect 正在找錯的配搭 答案應該是C 因為Galvanizing 叫Iron Foodcan Galvanizing 是一個星高性 星高性 或者星Iron 是有毒的 所以不可以拿來做Foodcan 所以C答案是incorrect 你就不可以選擇了 實際上是甚麼呢 應該用Templating 就會好些 因為天的天愛 天愛 所以是沒有毒 留意一下 平時我們講的Chemistry 生日常要留意的地方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Bredy Fatomi Mask of M 35.0 33.8gm 就跟Steam react 而Mask 就是49.5gm 即是說 這一個 裡面 原本 M 應該有33.8gm 但如果比較 Mask 而O Mask 應該是30 這兩個數相減 應該是15.6gm 由於你看到 兩個Mask Ratial 你推不到 Anglico formula 因為我們要看 每一粒的Ectom 每mol 有多重 簡單來說 輕重 輕重 和重重 計出來的粒子 數量是不一樣的 而FORMULA 反映了數量的比例 所以下一步要做 應該轉為Molar Mask Molar Mask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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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的 M 33.8gm 除其 52.0gm O 那邊 16.0gm 各自除 RAM 0.0650m 0.6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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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3,這個墊是sim plus solton ratio 如果你想計算是1比1的整數,但做不到 上面那個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mode ratio 就不是一個最簡單的整數 所以答案就是m203,答案就是d 第3條,它在問你yO2和Y2H4 大家看simple,沒有這個粗材 1mode的yO2 contains the same number of atoms 就是d字眼,same number of atoms as 14g of y2H4 究竟Y的RAM是多少呢? 首先要解釋清楚 這兩隻的chemical,同等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number of atoms in 它們兩個不同的chemical和不同的contact 所以應該是y1.0mode的yO2 就等於number of atoms in 14.0g of y2H4 由於說了它是一個mode ratio 所以它的符號上面的東西 你要全部採納出來的 即是說yO2有1粒mode ratio 有3粒mode ratio y2H4總共有6粒mode ratio 所以在這裏就要計算 所以在這裏就要計算 其實有幾多個atoms and number of atoms 1.0mode的yO2 好像有3 3乘L 而L就是我們所說的avocados concept 而旁邊的就是14.0g of y2H4 這裏都是說 我們是說 same number of atoms 所以是3L 這裏就照計算 照計算14.0 做個 mask 再除回molar mask molar mask 應該是兩個y 假設y是一個 RAM 兩個y 再加上四個x 即是1.0 那現在呢 你算得出來 都是計算mode number of most 所以 所以 你應該要 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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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應該會變成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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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除回 2y加4.0 一齊L 最後 最後 各自都會選擇 最後 L 算出來是12.0 答案就是A 這是第三條 而第四條 第四條 就是要計算 一個很經典的題目 如果它有XMode的A A Aluminium 和XMode的H2O React 究竟AL23都有幾個Mode 這個就顯示到我們去畫格仔的問題 有很多種做法的 其中一個FARF容易處理的方法就是畫格仔 畫格仔 我們在想兩個scenario 你就要知道誰是限制 誰是限制 如果兩格叫X的話 一格就代表X除2 X除2 於是這格應該是1.5X 如果這樣說法 應該是當A Al是限制 我們這樣計算 但你會發現這裡只有X 這條方法是計算不對的 因為本身裡面的數字 你會發現是H2O Gas 即是煙油 是不夠的 所以你要考慮第二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是什麼 第二個方案就是 假設上面那個是X 一分三分 即是X除3 X除3 X除3 如是每一個格都寫X除3 如是你會看到這個是2超3的X 相對它原本說的一個X 它是有剩的 OK 應該是In Excess 而A H2O 反而這個線是Limited 如果你要這樣計算 即是上面那個不應該這樣用 如是者就把這件事套去旁 A L2O 就是前面只有1 即是一格 一格是什麼 一格是AX除3 跟旁一樣 所以你計算答案 照計就是A 所以這裡要你搞清楚 那邊的Limited in Excess 即是有數字 沒有數字 我們畫格制 都是一個比較容易的操作方法 第四條答案就是A 第五條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olids does not dissolve in water but dissolve in completely in excess Dialute H2S 那麼多 留意著 是有兩個條件一起合作的 第一個就是不溶在水 第二個就是會溶在 完全溶在過量的酸裡面 那麼你看看下面那幾個個案 有些是酸鹹的反應 有些有可能你是留意 有機會是會不會是 一個純粹的precipitate的反應 那麼他問你以下是什麼 Solid Solid 那麼我直接看回Solid 以下全部是四支Solid 不是Solid 那麼 那麼第一個 Solidium Chloride H2O 是溶在水 是溶在水 所以呢 A不簡單 那麼你看看哪些 B does not dissolve in water的可能性 就應該是 Solid Cloride Milicium Carbonate Colid Colid 都是溶在水 所以D都不簡單 OK 那麼好了 正面就是B和C 就是條件一 我搞定了 那麼我條件二 我們要看什麼 Dissolve,Complene in excess Dialute H2Solid 是完全溶在H2SO4 由於Cloride是溶在水 亦都不會跟酸 所以B呢 是不會選擇的 B都不會選擇 唯獨是C C發生什麼事呢 MgCO3 就是H2SO4 就變成MgSO4 AQ 這個是AQ 這個是Solid 溶了 加CO2 Gas 加H2O 那麼你見到呢 C呢 就會是我們所謂的答案 真的嗎 第六條 第六條呢 樣子就好像有點難 慢慢地 但其實想真點 整件事想考慮你 考慮你 想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 Conductivity excuse me 為什麼說Conductivity 因為你見到 YS是說Current 就是導電 導電性 Current的大雨勢 其實是跟導電性有關 而導電性呢 在講什麼呢 就是這裡的Solution 導電性 而這個導電性呢 應該是跟Mobile Iron的濃度 扯上關係 OK Mobile Iron濃度越低的話 那就是它內阻值高 那就是沒有這麼導電 沒有這麼導電的話 Current就會是小的 反之亦然 如果Mobile Iron的濃度越高 它們的導電性越高的話 Current就會越高 OK 在這裡呢 我們要留意回 整件事發生了什麼的發酵反應 導致Mobile Iron的濃度改變 這樣很簡單 就是看到原來很經典的例子 CO2和南無塔的反應 CO2和南無塔的反應 那你見到下面的四個選擇 有很特別的地方 有一個提醒的 就是每一次Mobile Iron的濃度 是一個轉折的 為什麼會轉折呢 那你正在提起 應該是兩條例子 第一條例子 CO2加Calcium Hydroxyl Gas變AQ 跟著變成什麼呢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Solid 由於呢 我們說的是一個Calcium Carbonate Solid 那就是告訴你 Nobile Iron的濃度 起初的時候 應該是會下降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次 Stage No.1 所以應該要看回 C的選擇 哪個下降 是B C A和D 是升的 OK 而第二 升完之後 停 還是再升 再停 呢 那就看回Stage 2 Stage 2 就是當二氧化 過量的放進去的時候 拉摩頭會再升 為什麼呢 因為在說 這條例子 Calcium Carbonate 加HCO2 加H2O 如是者 變成那個Product 是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而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你可以看到 是AQ 那就是說呢 又再用回去 那如是者 如果你用回Mobile Iron的濃度 這個概念去想的是什麼 後導致到Mobile Iron的濃度 是升的 所以呢 要看回先電後升 答案應該是 就不是C 就是B 那其實已經選完了 但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去到某一個位置 那個 那個 最後是打平的 繼續升的 其實是跟你本身的 那個Line Water 和那個CO2的含量有關的 因為Line Water 是定量來的 那所以呢 當我去變成 所有東西變成 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就有 任何其他 的CO2 它都不夠 繼續 Line Water的任何成分 或者是Calcium Carbonate 或者甚至是 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或者是 CALcium Hydrogen Carbonate 所以那個 沒有BAR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變化 OK 那這一個 就是 那個 第六條 解釋 為什麼這三環 那會不會變成 是可以的 那同學自己留意 那 第六條 答案是B 第七條 第七條 要計數 計數是什麼呢 他說 Sample of Concentrated 這個很普遍 DXC 整天類似問的 就是 它說 它有一個Density 1.2g per cm3 Contains 50% of Exit A By Mars 究竟A 那個Molarity 是多少 那50%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裡面 包含著兩部分 A 那個重量 就是質量 還有水 那所以呢 所有東西呢 由這裡開始計 但是呢 就是有Cm3 那你看看下面的答案 全部是Molar的嘛 Molar的定義呢 是Molar的DM3 那所以呢 第一樣東西我要做呢 就是我要假設 Concentrated Exit A 應該是有一個DM3 但是不然呢 做了一個DM3 那時候呢 大家一起一個DM3 就好做了 那就是說 這個1.22g的Cmd 怎麼用呢 你就要假設 我正在說1m3 in1DM3 不是 有沒有說1DM3 of Exit A OK 那就是Con Exit A 那本身呢 它的質量是多少呢 它的質量 Mass Mass of Exit OK Mass of Exit 總什麼 總重量 應該是1.22g 1DM3 就是要計1,000 1,000cm3 所以應該乘1,000cm3 那如是這呢 應該計到1,220g 1,220g 但是呢 我們要想計什麼呢 Mass of Exit 是說的是 A加水 還是A 如果我這樣計 包含只是A A only 的話呢 這裏要成為50% 因為說 剛才說了 50% 50.0% 是包含著 A和 H2O 有一半是A 一半是H2O 所以這裏 就成為50.0% 如是者 計出來的中轉暫 應該是610g 只是A OK 只是A 這顆的Exit Molecule 擁有的質量 OK 這樣就完成了 差不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計1DM3 裡面有610g 那我現在差什麼呢 就是A本身的Molecule Molecule 應該是66.0g的DM3 所以很快計完了 Molarity OK 我們用中文號表示 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他們的Mole 然後 除了 Volume O A 剛剛說了Volum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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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M3 所以就是1DM3 1DM3 3D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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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會做的第七條 大家記住這個應該要做多些練習和這些合作的 第八 第八 也有經典的 經典的地方是在於 它究竟要加Holium Water 加下去 去溝氣Solene Pyroxide 變成1M 由6M 變成1M 有兩種計法 第一種計法是什麼呢 由於溝氣前和溝氣後 那一個NaOH的Mod數是不變的 即是你作為這個Solute Mod數是不變的 所以根據這個物質修行定律 你可以這樣算 就是M × V Before Dilution 就等於M × V After Dilution 而大M和大V呢 分別是代表了什麼 是說Molar Concentration 到Volume of Solution 你可以這樣算 一開始應該是這樣 你是想150乘10-3DM3的Volume 乘回Molarity 6.00M 就是Molar 就等於 我或者叫mol per Dm cube 因為我方便要去調查 我不要再寫得清晰一點 應該呢 我上去寫得遲 是6.00Mol per Dm cube Volume是150乘10-3Dm cube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Molarity Solene Madrasse 新一個 新一個是這個 新一個是1.00Mol per Dm cube 剩下什麼呢 就是Volume After Dilution 這個是說總Volume 那如是者呢 如果你這樣算 的話呢 其實你好像接運計完了吧 是的 因為這個應該算是0.900Dm cube 0.900Dm cube 0.900Dm cube 就是什麼 就是D 是不是 D 答案就是不對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總Volume 就是總Volume TotalVolume TotalVolume 這是第一種造法,這是比較簡單的 你要去想一想,其實混合了多少倍 但由6.00mol變成1.00mol 混合了多少倍?就是Looted 6x 由於我混合了6倍的話,你應該是加什麼呢? 是Add 5 portions of water 如是者出現了1比5的Dilution 什麼是1比5Dilution? 意思是一份就是酸,原本的酸 五份水就會混合了6倍 一份就是多少?一份就是150Cm 所以答案應該就是再次計算出來 答案也是4,5份的150Cm 所以要做這個很經典的,也是DSE題目很經典的音韌題目 所以情況也是回去要留意 第9條 第9條是問你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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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在計算是大BaseX 但如果這東西又沒有提及的話 問題不大 為什麼呢?因為pH1可以直接計算做什麼呢? 即是我們將這題目拆開兩個筆 這裡是F 如是有另一個我用另一隻筆來面試 只有一隻綠色筆 這裡是另一份 他們所謂的總pH 應該是講這兩個的 這兩份的chemical 裡面的hydrogen ion的總報數 除了什麼呢?除了他們的 Volume of solution 即是說 如果我要計算這條項目 我預期應該有什麼資訊呢? Lock Molarity of Hydrogen ion 即是Number of moles of hydrogen ion 除了Volume of solution OK 行了 這兩個數分別是什麼呢? 下面那個呢 就簡單的 怎麼這麼說呢? 下面那個呢 它只不過是計算20cm³ 40cm³ 加上就是什麼? 就是加上這個 就是60.0cm³ 那由於計算就是 Dm³ 所以應該是10-3 記住在Lock裡面的數 應該不應該有一個單位 所以我就先拆掉這些單位 但是我這裡給大家明白 為什麼Cm³ 這裡要給10-3 因為我可以用Dm³ 才可以計算是Molarity 現在只差上面 上面就是說Hydrogen ion的Mosol Hydrogen ion的濃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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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ph 這個就是10-ph 這個就是10-ph 而於是者 隔離那個 藍色筆那邊 Hydrogen ion的濃度 Hydrogen ion的濃度 Hydrogen ion濃度 就是10-ph 就是Mol 那你可以回去自己再計算了 這兩個的 chemical 我們先說X X算了出來應該是0.002mol 0.002mol 為什麼呢 你是在計算是20.0cm³ 再乘什麼呢 10-ph 的Dm³ 這個是Dm³ 接著就要乘回Molarity Molarity 是10-ph OK 再乘回Mol 可以嗎 如是者 你計算出來 應該是0.002 如果計算得精準一點 應該是0.002-0.00 那旁邊 同樣 MXV應該是40.0 乘回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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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60.0.10.5.3,你就會計到你的答案 最後就是負Lock了這個數 你才會計到的 Pi-Yogan-Iron的濃度,這裡應該是負Lock的0.0340 自己回去再慢慢計一下 最後計出來答案應該是1.47 答案應該是A 這個就是第9條 它是10條,想問你以下酸和鹹的 combination 是導致到最大的temperature rise temperature rise 要分別看了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放多少個熱,how much cheese is given up 第二就是total volume of solution 而total volume of solution 是直接影響Mars 為何會說Mars 因為如果是讀phusis的概念 其實是想說一條這樣的數 E等於mc3t 而在下面幾個quip combination 中的delta t是最大的 最大的 所以我們就要弄清楚兩樣東西 先說熱的部分 熱的部分釋放多少呢 就是取決於 如果書裡面上次有說過 per mode of force to reform 如果它在強酸強簡的reaction 情況下 它會釋放17.3kJ的熱的 即是說呢 我們一定要計算到 究竟在neutralization reaction裡面 可以形成多少mode的H2O 先 那你就能夠探測到 它釋放的熱有多少 但是釋放的熱有多少呢 不行的 即是未夠的 所以我們要計算一下 就是volume of solution 究竟哪個最小的話 你的temperature rise 會最高的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E等於mc3t 要這個最大的時候 一定要是 這個數越小越好 這個數越大越好 所以呢 你還要找一個 最荒島最多水的mode數的配搭 和total volume最小 那個就是答案 可以嗎 那如果先說 total volume最小的配搭 你會容易些看到的 那你可以narrow down答案 就去A和C 那B和D就要數住了 未必是錯的 未必是對的 你要看看究竟釋放多少熱 似乎是A或者C 有些可能 那剩下呢 就要計算釋放多少熱 你看看第一個個和第三個 A和C 這兩個Case 釋放了多少mode的水 第一個呢 你看看 Balance equation 大家應該是這個 大Basic Exit Anyway是1 1比1 那所以你計算任何一個 的m乘V 你都知道水的方法 沒有好數 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釋放了0.10mode的水 那如是者呢 這個也是50 50 50 這個方法 之後呢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0.0.0mode的水 那其實呢 如果我們坚持到這兩個比較的話 它這個熱量呢 是配搭了的 但是A和C的比例的情況下 是一模一樣的嘛 那所以呢 答案呢 就已經接近計算了 就應該似乎是A 就是一個更好的答案 A就是一個更好的答案 好了 但是呢 有同學就可能他有少少的 就是討論的 喂 博Sir 你怎麼知道呢 你看看B和D 似乎酸的模數 就是你看到一個酸的模數 多些 有選模數多些 方法水模數 是不是會多些呢 你可以用這麼起見呢 就算了 那你要見到呢 剛才說了 應該是1比1 那你就看一下這兩個數 咦 不合模數的 你有沒有發覺 這兩個不合模數 哪個比較小 這個是0.10mol 這邊是0.200mol 的酸 那就是這個呢 你不能用這個數來計算了 酸的數不合 因為這個是in excess 多少的酸加in excess都沒有用 因為呢 只不過他拿了一半來做反應而已 所以呢 如是者呢 水方模數呢 都是由那個減的模數來主動的 那所以呢 所以 total的volume solution 呢 都是150cm³的情況下 它釋放的2 應該都是多些的 你計算多些 當然是低些 就是 同一個道理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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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的就是 反而呢 今次是減 206s 那麼呢 這裡有0.200mol 的減 react with 0.100mol 的酸 那這個是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這個數呢 應該出回 將水的模數 0.100mol 的酸 但是 totalvolume solution 是150mol 即是同等的熱 但是多些的solution 來溝淡 做個性溫 那麼 如是者呢 令到的升溫沒有那麼高 那所以呢 就再一次引直到呢 B和D呢 都是不能選擇的 OK 記住了 我們要看兩個東西 就是講 如果天氣增加的話 哪個最高 哪個最低 哪個一樣的話 你要看兩個人數 第一個是 分析到水的模數 那 因為分析水的模數 即是 分析到 或者 給出多少的熱 這個第一 第二呢 就是 究竟有多少個solution 去share這種的升溫呢 那你就要看回這條 equation 再說一次 越高的 釋放最多的熱 最少的質量 for solution 的話呢 這個模式 導致delta z 應該是最高的 那麼 我們留意了這件事 答案 就是第十條 就是a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我們又去回rusting rusting 它現在有三個scenario 在問你哪一個setup 是可以防止 什麼呢 防止 underground 地底裡面的 rm pipe ruster 那這裡呢 三個呢 會看到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應該是 隱藏著 sacrificial protection 第二就是 caphodic impressed current caphodic protection 那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呢 我們看回 只不過有時候很壞 你要見到 setup 2和setup 3 應該是同一類的 OK 但是那方便是什麼呢 究竟那個電子流動方向 哪個來哪個 例如setup 2的話 iron和sulfa 比iron 比sulfa更reactive OK 或者更容易脫電子 所以電子流動方 就是iron 跟過擴縮 wire 就去sulfa 而另外setup 3 那些呢 就反過來 是madeesium 流去iron 因為madeesium 是比較活潑一些 好了 這兩個case 不可以二和三 一起選擇的 因為見到setup 2 它是比一個 不薄任何的 金屬的情況下 它是rusting更加快 因為它更加受著sulfa的影響 它會黏在旁邊 所以它會更加rusting更快 而相反 setup 3 它反而是保護著rusting 只不過牽牲了什麼 牽牲了什麼 牽牲了madeesium 所以喊喊這個 就是所說的sacrificial protection setup 2 counter setup 3 tick 其實你已經是接近減圓禁制的了 因為setup 2沒有 沒有行 答案應該就是b 那差不多做完了 唯獨是我們要分析輸 那為什麼一對 一對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說的是 impressed current cathod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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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也是保護著它們的生守 而setup 3 我們回到書 setup 3 就是sacrificial protection 沒有算錯字 sacrificial protection 而2那條呢 什麼都不是的 答案呢 就是3.2而已 答案是b 12 就是問你 那個rusting 那個可以比較 brusting of iron 和corrosal of aluminum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為什麼一個比較constructive 一個destructive 還是因為它上面的動作 它會不會有更多的反應 而下面有什麼原因 這個應該是corrosion 不是reduction corrosion 就是打算之下 corrosion 那這個呢 12那裡的答案呢 就是只有1而已 是吧 因為說他們那個 aluminium oxide 和hydrated iron 3 oxide 的一個比較 究竟呢 這個是一個tough layer 這個是 loose layer 比較fakey 比較fakey 第二呢 就是那個本質 本質就是一個impermeable versus permeable verbal to mea to o2 and water 那你一番書 都是說這些而已 那所以呢 1那裡呢 其實就答變了 是a 下面那些要一齊找找書 現在2和3不適合了 兩個都不容起水的 所以呢 2不適合 而第三 大家都是giant ionic structure 來的 所以呢 3都不適合 答案呢 答案就是a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it or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anodization of adominium 楊極電道鋁 究竟它的好處在哪 不會令到它更強 令到Oxid layer增厚 導致到 Colidium synthesis 就會更增 是吧 6角形狀 一片似て 也很wers 一直在圓圈圈圈圈圈Like 而一些圓圈圈圈 一些IOC tenOT 一片 繞圈圈圈圈圈圈圈 就會導致得容易 混濁 those 所以 為何會容易掩飾呢 那就 istiyorum 同學 buses可以上 網看這些設置 設置 那你會見到那個 原因 這個2另1 2和3,答案就是 這個就是1,不合2,3,13 OK,就是C 不可以用到stronger 令到那個aluminium object更加用力 但第3條就是increases corrosion resistance 的aluminium,OK,13是C 然後呢,就14了 14呢,就你要知道就是 14呢,就問你 Volang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ole is or are correct incorrect 問你錯的statement 錯的statement,那誰是不對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When a beaker of console is allowed to stand in the air OK,the volume of solution beaker increases 它是一個吸濕的 Hygoscopic Hygoscopic S-C-O-P-I-C Hygoscopic的exit 所以原來這個statement是對的 1,不可以選擇 對就不可以選擇了 console can be used to dry ammonia OK console can be used to dry ammonia 答案是錯的 這個是不對的 不對就可以選擇了 不對就可以選擇了 因為呢,console和ammonia 是一個酸碱的 氷碱的反應 ammonia是減的 supflex是酸的 如是者呢,那個反應就是 H2SO4加ammonia 天 must be used to query ammonium sulfate 這個就是差不多 第三條 Hydrous S-C-O-P-I-2 supf-ic crystal 會變成白色 當河塞 它是一種 這個 就是藍色 不會變蠟色 而會變成 Hydrous Enhydrous S amateur N-Hydro-Sulfid是白色 所以這個說話是錯,就是要選擇 答案就是B 15.Crew the falling two solutions 就是這樣,Which of the falling statements are correct? 那麼這條題目是很typical的 要考大家究竟那個 對於這三個reaction的理解是怎樣的 第一個就是鐵 鐵和稀的硝酸和稀的硫酸都有反應 OK?都有反應 你看看它那個nitrex的濃度 1.0至2.0這些中數 這些叫做dialute nitrex 有機會將金屬氧化 因為有輕微的 本身它這個酸是一個mild的奧斯達性 所以有機會會有兩個情況 第一會出氢氣,第二會出氢氣 第二會出氢氣,第二會出氢氣 再加上soc Anyway它說是gamyx 不需要深究是出氢氣或H2R 所以A就是同樣的,A和氧氧都會react 而氧氧和sulfid都會react 這個無源原因一定是hydrogen gas 所以答案1是對的 答案2 competitions 有一直在氧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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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提示 你要聽得到,same volume same monarity 那就是說呼籲 暗示的是什麼呢 same number of kiOH 以示者要看上面 如果我們講的 Neutralization Reaction 在這液到Hydro-9加Hydrocyanin水的話 你要令到Hydrocyanin水一定是酸的酸 你便檢查這兩個個案的酸不一樣 這兩個酸一樣就收工 計算100Cmq乘1.0 M乘1.0 M乘1.0 Cmq比Dmq 以示者應該是0.100mol Hydrocyanin水是mono-based exit OK?行不行? 接著就看回Solution B Solution B如果是M乘1.0 M乘1.0 會有趣 少了一半 就是0.0500mol 如果是酸的話 你要講Hydrocyanin水 H2SO4乘2 如是者應該是0.100mol 兩個都是0.100mol 就會剛剛沒有react 真的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即是說第二那條也是正確的 到最後了 看看第三 第三就是0.0.5mol 的 Kalcium 是分別地 去react with Solution A 和Solution B 它有相同 Number MOLs of Gas 是在二個個案 大家一起都形成這麼多的MOLs of gas 那你就要看下 Kalcium carbonate 根據這條式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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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 我理得你是用Nightrack Exit 還是Selfrack Exit 它reform出來的Mol數呢 應該會怎樣 應該都會一樣的 是吧 應該都會一樣的 答案1,2,3 都可以 答案D 但是呢 你要留意多一種因素 原來D 不正確的 第三個Statement 不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我要考慮就是另一種東西 就是加了酸 和Carbonate 的reaction 之後 究竟有沒有機會 成為其他藥物 好了 你看看這兩種藥物是什麼 上面那個酸 是Nightrack Exit 一個Suprack Exit 是Nightrack Exit 就是呢 是變成Calsium Nightrack 而下一個呢 就是Selfrack Exit 應該是Calsium Sulphate 那有幾個特別呢 原來Calsium Sulphate 是不溶在水的 而Calsium Nitrate 所有Nightrack 是溶在水的 那就是告訴你 那就是 理論上 它是同樣的Mol數 的CO2 gas 但是 實際上 在第二個Case Selfrack Exit 它是不能夠 會形成相同無數的CO2 但是它會有Coding Effect 什麼叫Coding Effect 就是 就是一個 Calsium Carbolic 的Suprack 當我溶了下去 受Frag Exit的時候 它會立刻 在面上 形成Calsium Sulphate 加CO2 CO2就會離開 而Calsium Sulphate 就會 在Calsium Sulphate 的面上 而導致入面的Calsium Carbolic 未能夠 跟Selfrack Exit 有反反應 那reaction 就會完結 那我叫這個 這個現象 就叫Coding Effect Coding Effect OK 請同學留意 三不簡單 一二P 答案 就是A 好不好玩呢 這些 這些是少少音上音的 十六 十六 就是 哪一種 Aquid Solution 會給予白色 當它們混合 當它們混合 混合後 它們會形成白色PVD 白色PVD 有時候很壞 有時候是白色 最好看 是會被人陰 會不會變成其他顏色 看看有Transition Metal Coint 的部分 有沒有呢 沒有什麼 沒有啊 不用怕 OK 不用理會 有其他的 PVD 我只要專注在有沒有PVD 可以嗎 一條 就不需要選擇 因為沒有reaction 沒有reaction 不會有PVD 而二和三 二和三 你會見到是什麼 如果將Cat Line和N Line的配搭 兩個交換的話 看看會不會形成不同的 你會見到Led Berium Carbonate Talcium 要留意 例如這個Case 如果把Led2 Ion 混合了 Cloride 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Led2 Cloride 是不容理水的 而下面那個 你會有類似的概念 看到了 就是什麼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Calcium 所以他問你哪個會方白色VD 這兩個二三都是方白色VD 那你答案就是16 就是D 10 A foreign processes would show a blue color blue color 藍色的 藍色呢 你要看的是什麼 可能是indicator轉色 或者是你真的和它有反應轉色 你看到17 就答案沒有什麼原念 Nimic solution code 的選擇 是藍色 OK 這個就完成了 第二條 Iron 2 Sulfate 加Hydroxide 就變成Iron 2 Hydroxide 這個是叫做 Dirty Green 的Precipitant 2 2 2 3 Hexasin over 3 加Iron 2 變成藍色的complex 就問你藍色的 1 3 可以選擇 17 是B 最後三條 18 Which font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留意這些字 Distinguish 就是解分辨 分辨就是 分辨 可以選擇 分辨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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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 1 Sing Strip 你第一個看到什麼 好像是Displacement reaction Displacement reaction 這個沒有反應 這個有反應 所以 1 2 Armoneum nitride Armoneum nitride 你要留意 就是 它究竟跟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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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上面不是選擇 沒有東西看 Armoneum nitride 沒有反應 這個沒有反應 第一個 跟它沒有反應 第二個 Sulfa nitride 沒有反應 Armoneum nitride 都是沒有反應 所以 18 就有趣 18 而是不選擇 2 不選擇 就算完了 OK 那 又是1 3 不選擇 第三 為何會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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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 尤其是 是 Sulfacolion Sulfacolion 有反應 就是 白色PVD Wide precipitate 而另一個 Sulfacolion Hopo Texaminer 都會沒有 PVD 我就分辨到 一個交叉 一個體 如是 跟一個 個案 13 Only 答案B 你選到了 19 20 19 20 是 Association Reason 要看兩個 表達適合 適合 如果兩個都適合 你就要考慮A 或者B 如果是有一條 一定是 交叉的 沒有適合交叉 如果你肯定是 交叉的 不如想一下 第一條表達適合 或者看第二條表達適合 再考慮一次 只有交叉的 C D是兩個交叉的 第十九條 The percentage by mass of calcium is twice as that of chlorine in calcium chloride 在問你 Calcium chloride 的方式 叫做CACO2 是不是 Calcium 的 和 Chorine 的比例 是 Chorine 和 Chorine 之間是 二次的比例 OK Chorine 乘二 就是Chorine 就是Calcium 重點 嘩 這樣 我當然要計算 要計算 我要計算 我要計算 percentage by mass of calcium percentage by mass of calcium 那 應該第一個是40.1 除了Calcium chloride 40.1 加35.5 乘二 乘100% 那 36.1% 而第二條 Chorine 就是35.5 乘二 除了40.1 再加35.5 乘二 乘100% 你計算 應該是3.5 1 versus 63.9 你看到 就是 Chorine 的percentage by mass 它不是 它不是 Double 之後 就計算到 percentage by mass 所以這個19 答案 就靠差 大鬼靠差 第二個 就是 1mol chorine 1mol chorine 2mol chorin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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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 chorine 就不夠 2mol 就剛剛好 剛剛好 就可以變成 一個 chorine chorin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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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條 如果 如果 chorine 2mo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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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话是靠差 如果说第二句话是靠差 第一句话都不适合 你应该都知道 为什麽? 这个是carbonate low酸的反应 它是会 我们的proper procedure 我们应该是要构稀 将酸构稀 而不是 那个做 就是 整式整水 因为整式整水 尤其是大部分的 chemical reactions 是释放热的 尤其是有机会 会造成二次的伤害 所以我们的 万一是由酸构稀的手 你要用大量的水 如果你的鲸构稀的手 也可以大量的 而不是网球了一些 去溝淡 即使酸度降低 你只可以溝水 可以 这个是 甚至乎 用些水 充就了 你尽快离开了你的皮肤 那这个是我们要做 的proper procedure 就是为伤害 就是做到最低的 那这个就是第20条 答案就是交叉交叉 答案就是B 我希望这段视频 帮大家分析 认识整 这里的20条MG 的情况 好了 那我下一条影片再说 浪费了 那下条影片再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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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